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到底热能够不够 因为最后也确定 生已死 不在意呼吸是不是停止 或心脏是不是停止 所以当心脏坐停的人倒下去 事实上你不需要去摸他的鼻子 或摸他的心脏 即便没有了 也不能确定他死 昨天就讲过这样 对吧 那我们今天来继续把它深入 这一部分 我们应该怎么来判断 好 人死不能复生 这是常识 也是真理 既然如此 促导者经检查 已无心跳呼吸 而被宣判死亡 在此情形下 为什么还要进行抢救 又为什么 还有人奇迹般的复活 看似矛盾 但要理解不难 比如 死灰复燃 必有余热 人死复生 其理亦然 事故心脏骤停之生死 细乎热能 而非心跳或呼吸 知有无 而这样的推论 也完全符合原始点医学 有热能则生 无热能则亡的观点 好 这里就是我们提出的 那如果死 什么叫死 死就是 已经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不在人间 对吧 如果还在人间 还可以救得起来 那个不叫死 那这样死跟生 就无从辨别了 死是不可能复生的 所以在西医的判断 心跳呼吸都停止了 如果是这样是确定死 那不对啊 为什么还要抢救 这已经是矛盾了 死了就是死了 那为什么又有人说 死了还活起来呢 这也不对 那表示这样的诊断 本身充满的怎么样 不确定性 也就是你开除了 还是有奇迹的 还是有少数的 极少数的人 真的活过来 那昨天谈到 心脏骤停 有一个问题 心脏骤停 呼吸停也停止了 人体是不是还会有动作 昨天你们看了那么多案例 会不会有 有 所以我也是反复思维之后 我确定有 心脏急变变化 甚至 仪器已经测不出来了 那也许人体还有动作 那我有一次就是 有加拿大的朋友 刚好来基金会 有两位 那我就跟他们分享 急救 那我说 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 我说 心脏骤停 人还会不会有动作 他们两个竟然 一口同心跟我讲 会啊 我吓了一跳 因为我以为 这个是只有我发现 所以他们怎么会 一口同心这样回答我 我说 你们怎么知道 他说我爸爸就是这样啊 那他的朋友也看到了 他说进医院的时候 他们量心电图 已经都停止了 平的 然后也没有呼吸了 他们就来助念 但是大家都看到 他爸爸嘴巴还怎么样 一直嘴巴还在动 他们就说 西医就问西医 那为什么死了 还在动 西医也回答不出来 就跟他讲 他等一下就不动 当然西医是说对的 但是他们助念了很久 他嘴巴才不动 但从仪器看 也已经呼吸停止了 也没有心跳 所以 所以他们是看到 所以我问他们的时候 他们是很自然的反应 哦 这个时候 我才终于弄明白 所以你看患者 到最后那些动作 是已经心上出了问题了 停止 是不是全部停 还是部分停 我不知道 反正这时候 已经是一个进行动作了 那进行的时候 你身体 真正能反应的时间不长 就是很一丁点 然后可能手举起来 可能你已经感觉得到 也讲不出话来 然后眼睛眨几下 类似这样 但这些动作都很短 那有些人根本是怎么样 来得很急 就突然间 啪 那这个 突然间这样 完全没有反应 那个都几乎快第三类了 那你看 昨天还有歌星唱一唱 他蹲下去 又试图想起来 事实上 他心脏应该是停了 那这个 应该还有救 我认为应该 再怎么说 应该还有第二类的 因为他体能还不错啊 那唱歌还蛮有力量 所以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 即便心脏停止了 呼吸停止了 不代表死亡 如果代表死亡 那西医的抢救 也是有问题的 既然死了 你干嘛还要CPR 这个说不过来 死就是死了 所以原始点认为 心跳停止 呼吸停止 还不代表死亡 因为原始点 最后的死亡是看什么 热人嘛 我们一再讲嘛 没有 真的死人是 完全没有热人的 所以 在这样情况下 我们就 就 就来推敲 就好像 我们常常看到的 我们 以前拜拜 都会烧金子 对不对 然后 燃烧完了 成灰了 你如果它 下面还有一个 你再丢纸下去 会不会再燃烧起来 会啊 已经燃烧成灰了 死灰了 所以我们叫做死灰 死灰还可以怎么样 负难耶 那这样说来 人体道理 也是这种道理嘛 它只要 你看它已经是死灰了 死了 表面上是死了 但是它里面如果有热人 你在一个刺激 它会不会起来 会啊 这就是我们的道理啊 它有电力啊 只是跳电了 你只要刺激 它就可以接通了 它的道理是这样 所以不是死 所以 我们的西医的诊断 一开始说 心脏停止 心脏停止 呼吸也停止 那就代表死亡 事实上是有问题的 那这个就变成很多 为什么常常报道奇迹出现的 就在这里 我也听过一个 早期听过一个故事 这都是真实的故事啊 就是 那个早期 在新庄那里 台北啊 有麻风病 麻风病人都集中的地方 其中有一个五十几岁的 他就倒下去了 他倒下去就叫法医来 因为麻风病怕传染 早期是这样 然后就 来看看 量心跳也没有了 那呼吸也停止了 所以法医 就开出死亡证明 然后他们马上要收拾哦 就立刻送到殡仪馆 二话不说 然后三天后 他们就要火化 因为整个程序都很密集的 就是怕传染 那第三天 大家都聚在一起 同时看到 就是当把棺木打开的时候 他本来是仰躺的 这时候患者是怕着 然后手臂是衣青的 然后他们在看 大家都吓了一跳 但是大家再沉变一下之后 火化继续 因为这时候三天确定是真的挂了 这种事情是真实的 那个他们跟我讲的 他们都看到 那所以很多说 为什么死后还要观察 就是这样 死就死了 怎么还会有几个小时内 又复活了 有没有 这种故事常常听到 那就代表 我们的医学的诊断 不够精准 不是这样看 所以我们从 我们在南烧纸 这种角度来看 也很快看出来 这个表面上是死灰啊 但是他有没有 最后的决定 是在什么 热了 还有没有热 如果有余热 你丢了才会有 才会复难 但如果他连死灰 后下面的余热 也怎么样 不见了 那就完完全全 确定死亡 这才 这样的死亡 就完全没有奇迹出现 这才是真正的死啊 我这样讲 你们了解吗 那为什么西医 没办法诊断到这样 很简单 他们没有热人的概念 我从一开始 我就点出这个了 所以他们还看不到 人体真正 最原始的东西 而这个 这个是抽象 西医没办法 所以他们的 再利用再大的科技 这一个 对他们还是一个谜 还是一个谜 他们怎么解说 从解剖学来解说 因为解剖学 不是不管热人的 他怎么 他只管他怎么运转 但他不知道 这个运转背后 还要有一个推动力 就是热人 就好像我们说 这些机器设备 他能够运转 摄像机能够照你们 电灯能够亮 他背后还要有一个什么 无形的什么 看不见的什么 电力 如果没有电力来供应 他可能运作吗 不可能 人体就是这样 那最后的决定 亮与不亮 还不在于仪器设备 最关 最重要的关键在哪里 电力 没有电力了 这些设备都 图具外形而已 好 那所以我们这样来解释 就完全解释得通了 什么叫死 什么叫生 完全可以看得清楚 那这样的界定 应该也是医学上 第一次这样界定 因为从来没有人 对西医的呼吸停止 跟心跳停止 这样的死亡 提出质疑 那原始点 因为看了很多 原始点 他是从实际的患者身上学到 那我们这样来判断 完全也符合我们 前面论热人讲的 有热人则生 无热人则亡 所以我说 人死父生 其理亦难 事故 心脏骤停止生死 戏乎热人之有无 而非心跳或呼吸之有无 绝对不是这样 这样大家能理解了吧 那这一段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好 那这么说来 既然生死 是由热人有无来决定 那热人是一个抽象的 那他反应在外是什么 体力 还有从哪里可以看出热人 从脸色 因为最坏的就是脸部 脸部如果颜色变了 那大概就完了 所以我们说 面无光则一定是严重怎么样 热人不足 在病症的体力虚弱那里提到 我认为观察脸色 这时候是最快 所以昨天你们看到一个 倒下去的时候 很快哦 他差不多一分多钟 脸色就怎么样 黄白蜡有没有 完全没有光则 那几乎就一看 就是死相已现了 完全没有热人了 这个就是 不只是死灰 也没有余热了 这时候 你也不用CPR 也不用 按推原始痛点 通通不需要 但如果我会不会推 我还是会推推看 我还是会 那推了 我不会推很久 差不多一两分钟内 我就结束了 这样 一般人都会急救 但是一般以我的经验 如果看到脸色这样变 应该是 很难了 很难再活下去 因为这已经很明确的 看出热人耗尽 那这样对我们的诊断 意义大不大 非常大 为什么 因为 你们都无照的 你要晓得 先要了解自己的身份 当人家倒下去的时候 因为各国都有一个规定 你要立刻叫救护车来 对不对 叫医护人员 你不能搞太久 搞太久 人家说你会耽误病情 那你以后会接受调查 还蛮麻烦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快速的 这个人是生还是死 我们就要很立即的来判断 那我们也不能像西 即便西医那个对我们 也没有意义啊 量心跳啊 量呼吸啊 这个对我们有意义吗 现在来看有没有意义 完全没有意义 你也不用摸摸他心脏 也不用看他有没有呼吸 那个摸都没有意义的 我们要确定他有没有热能 所以 然后又要再短时间 所以这个我想了很久 用什么来看最准 就是脸 脸部 一般脸部只要看到黄蜡色 一般东方人 黄蜡色最多了 然后苍白 然后要到暗A色 那个时间又更久 了解我的意思吗 到A色 就有些会变 有些不会 就是黄蜡 黄蜡色多了 那这些变化 有时候都在一两分钟内就 尤其第三类 一两分钟内 这种死相就已现 那这时候你根本就 按了 然后就马上叫救助车 就可以确定了 你就不用再 哎呀 死了 张医师说按推没有效 必属患处体相 必须内外热源 是不是还要喝姜汤 还在考虑中 然后想了很多 然后又迟迟不抱救护车来 怕他来了打强心剂 都是寒的 那 都违背了原始点 那你想留置观察 我跟你讲 以后你就有问题很多 对吧 所以为什么原始点 它的发展变得很快速 就像高所过招 你一下子 你就要断定 这个是生或死 而且要比西医快 所以我认为 是从脸部来看 是最快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 由于热能可反映在脸色 所以从果推阴 通过观察 促导者脸部变化 就能帮助我们 快速做出判断 以及面有血色 叫易救治 反之 面无光泽 比如脸色蜡黄 发青 苍白等 则较难救治 好 我们来看早期 原始 原始点就是刘医师 有救一个 就是也是突然间倒下去 那我确定 我看起来 如果看了那么多 我也认为 它真的是 应该是心脏测停的 几率最高 因为它也没有 癫痫的症状出现 也没有中风 偏瘫的问题出现 它整个倒下去的动作 应该就像心脏坐顶的 这种倒法 好 那我们来看 这一个观察 心脏病急救案例 这个还是算侧面 昏倒 有一个昏倒的 好 等一下 因为有病人昏倒 我们先做急救的 好 放着 枕头呢 枕头 肚子跟它盖着 好 它这个 表情好 脸色没有变 应该是心脏的问题 好 我们把它翻侧面的 要把它心脏先解开 但是它可能会变化 在北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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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北东上 我就会变化 了 大家看它的脸色 這個臉色有沒有變 所以這個就不是死相 好 香醒來了 它已經在生癮了 現在把它先把它按好 以後再來按它的那個頭部 好 它眼睛已經醒來了 那個紅豆 準備 好 頭部 先給它溫服 好 給它貼在後面 好 給它躺著 我那帶著一個衣服 給它肚子蓋著 你問它 它剛才是怎樣不舒服 是不是肚子 是不是胸悶 你問它原來有心臟病嗎 對 它原來心臟不好 大家看喔 它已經長期是心臟不好 所以這一次它倒下去 它醒來的時候一直摸心臟 有沒有 也一直在提醒它們 它就是這裡引起 那這個很顯然 會突然間倒下去 那這個幾乎就可以 以原始點 以症 從果推因啦 從症狀來判斷 這不是心臟病是什麼 了解我的意思嗎 那很明顯是 但是劉醫師遇到的是 屬於第幾類 第一類 絕對是第一類到第二類 絕非第三類 如果第三類像它這樣 哎 過來吧 抬過來 然後還端詳一方 它說臉部沒有變化 是嗎 喔 很斯文啦 然後臉部沒有變化 這個臉部有代表幾個意義 它沒有像中風 頭眼乖斜 也沒有像癫痫 臉部扭曲變形 還有一種可能就是指臉色 臉色因為跟原來的一模一樣 也沒有變 什麼都沒變 所以他說好 我幫他來解開心臟 是吧 那真的救起來了 所以我現在再來看這個喔 我心裡已經了難於胸了 如果以現在這樣的操作 行不行 劉醫師如果是遇到 昨天那一個主持人那個 然後最後眼睛喳喳就倒下去 然後一分 一兩分鐘內 就臉色就變成蒼白的 如果他遇到這一個 當他看完的時候 哎 臉色變了 這時候已經怎麼樣 你不用下手了 這一場急救已經截止了 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稱劉醫師是福將 呵呵呵呵 所以遇到的是 你們已經看得出來 不是第一類 就是第二類 絕非第三類 好 那臉色的觀察重不重要 所以我們這樣一觀察 就知道 他這一個容易治 還是不容易治 劉醫師 容易治 所以心臟驟停 大家不要擔心 有分易治難治 那西醫常常救起來 他們自己也搞不清楚 按錯怎麼會救起來 所以他們CPR不斷的一直在用 他不瞭解 原來人體體質是不一樣的 即便同樣的心臟驟停 既然還有分成三類 他們萬萬也沒有想到 如果原始點 不是從這樣長期觀察 很難理解的啊 然後尤其我們從開關做了 那麼多案例之後 我們就知道很多會這樣反應 那你看他以前就有心臟病 像劉醫師這 背部一定有體傷 這個絕對跑不了 那後面的發作一定也是這樣引起 有果必有因嘛 好 那我們已經了解了 這個臉部的觀察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好 我們繼續來看下面 值得注意的是 值得注意的是 由於原始點 既是病症的起源處 也是解症的大開關 事故心臟驟停 如果連按推上背部原始點都無效 則恐回天法術 需做最壞打算 好 這裡我也提出一個看法 因為症多屬他處體傷嘛 那如果原始點既然是最大的開關 離心臟最近 你看心臟在這裡 我們剛好就在上背部 相通的 身體是相通的 那等於就在心臟周圍的大開關下手 這個是最強烈的 如果連這個大開關都救不起來 那你說其他的按法有沒有效 肯定沒有效 那這樣按完之後 如果救不起來 你心裡要有個底 這個確實是心臟完全停止了 才會這樣 你就第一個確定已經死灰了 那這樣要再活起來 你看這麼大的強烈刺激 他都不起來 如果稍微有餘熱 照理你這樣一強烈 就好像加一點油進去 他應該被刺激了 他火還是會起來 他竟然還不起來 就好像如果裡面有熱 你這個按推的動作 就好像把一張紙丟進去 那丟進去他還不難燒 那這樣代表什麼 他那個熱還是不夠的喔 那就可以確定 他這個接下來 凶多吉少喔 所以原始點 如果按了沒有效 大概你們就要心裡有數了 這個可能 很快就會邁入到怎麼樣 第三類 那第二類到第三類之間 那個隨著時間的推移 會慢慢加速喔 所以這個就很緊急了 那所以第一點 如果用原始點 因為原始點既是治療也是診断 從這裡按完 我們已經心裡有個底了 然後因為生死四大 關乎一個人的生命 所以我們還要做一個動作 在觀察什麼 免色做最後的判斷 如果你按了沒有效 當然就要溫敷了 因為他熱已經不夠嘛 不夠難起來嘛 那我們就 不只要丟紙啊 接下來是要怎麼樣 加油啊 如果還有余熱 你油加加性 他就會燃燒了 這時候 就要靠外熱源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下面 不過生死勢大 此時仍應觀察患者臉部變化 若有血色 或許尚存一線生機 若無光澤 則更可判定熱能耗健 大限已至 好 這時候因為生死勢大 你按推完了 緊接著要怎麼樣 因為我們的時間 絕對不能拖太久 因為我說的 你一定要趕快報案 再短時間你就要做 做一個了斷 這時候進一步再觀察什麼 臉部 看他臉色還在不在 如果還有 那表示真的還有余熱 那也許我按推的動作 是不是太輕 了解我的意思嗎 還有種種的操作 是不是不當 都有可能 這裡也會關心到生死 還要考慮的就是 他的熱能 是不是還可以加油 把它攔起來 因為我們知道 如果確定你操作的沒有問題 那這個熱能如果還有一點點 是不是我們在補充的時候 他那個慢慢的余熱 又會慢慢的燃燒起來 這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們來看 如果有臉色 有血色 我這裡還提了 雖然機會不到 但或許還怎麼樣 上存一線生機 若無光澤 如果已經臉色 沒有什麼血色了 那就可以判定 已經大限一次 好 這裡我跟各位分享 一個案例 其實都很精彩 但是這一個案例 聽說他的孩子是醫生 所以不准他們 就是播放 這個很可惜 這一個案例 足以說明了 這 來佐證我這一段話 這 他們志工跟我怎麼講 他們說 因為他們 我在寫這一篇的時候 他們都讀過 然後也了解我怎麼寫 所以他對這個急救 很清楚的 所以有一次喔 他們在服務的時候 就有兩個婦女走進來 其中一個 突然間就 走到櫃台的時候 就倒下去 他倒下去他們一看 這個倒法 也不是癫痫 也不是中風 然後急速倒 他們第一個 猜想一定是心臟 立刻馬上下手 那下手 很快就救起來了 他救起來了 他們就趕緊交代下面的人 備用紅豆袋 赶快去圍拨紅豆袋來 準備要幫他溫敷 然後這個婦女起來之後 走沒有幾步路 又倒下去了 他倒下去了 他的朋友就很緊張 他說這個要救護車啦 這個應該是心臟停止了 他在很急的情況下 這個推廣處的負責人 他了解我 他說如果按推他有反應嘛 然後又倒下去一定是怎麼樣 熱能不夠嘛 那熱能到底不夠到什麼程度 要觀察臉色 然後他就看 欸 臉色沒變 然後他就阻止那個叫救護車 他說 因為他知道救護車一來 他就沒得玩了 而且來就CDR 就量心跳呼吸 那量不到馬上就完完了 而且他 你看按完剛起來 又倒下去 那個熱能症還沒有補充進去啊 這一切的過程都還在怎麼樣 消耗熱能啊 所以他知道只要一抱 一往上抱 這個人肯定 連一點生存機會都沒有 但他判斷 他臉色還有 所以他們叫他不要叫 先不要叫 我們來處理 然後剛好紅豆袋也好了 他們就大溫敷 什麼溫敷呢 下面鋪一個紅豆袋 上面又一個整個紅豆袋 上下夾緊 這樣夜裂溫敷五分鐘 患者慢慢才回神過來 哇塞 所以他們很振奮 他們總算搶救過來 這個故事精不精彩 非常精彩 那我說那 那安利這個 這個對原始點 是極具意義的 也可以附著我這一段 那他說不行 他女兒是醫生 不准流通出去 啊 有拍攝 但不准流通 啊 我聽了 這個這麼重大的 醫學發現突破 但是不能放 所以我們蒐集案例 有時候會遇到 蠻大的困難 因為患者如果不同意 但他也不了解 這個意義在哪裡 因為如果像他這樣 很可能在西醫 他已經是屬於第二類跟第三 這個來得很猛 那如果 如果這樣救起來 他不播放 你們都不了解 原來急救 有各種的表現 那這一個 就是我說的 如果以後遇到 按推沒有效 你幾乎可以確定 差不多九死一生了 但最後那一生 還要看什麼 已經死灰了 還要看有沒有餘樂 因為你在按推的時候 他有餘樂應該再起來啊 但那個熱 熱能就不夠到擦起來 這時候已經患出體傷了 確實要用熱源 那你一定要觀察他的臉色 如果他雖然剩一點點 但還足以維繫著臉部的血色的話 那這樣就有生的機會 了解吧 那如果黏這個也沒有 一兩分鐘內 也沒有了 那你就不用再玩了 只要看到他 黃蠟色出來 面無光澤 臉色或蒼白 或暗黑 反正只要有黏色一變 你就可以斷定 這個已經是死了 不要再救了 然後馬上報119 連拖延都不用 連動手也不用 就像高手過招 一看 這不行啦 啊能救我們才出手了 好 那這一段 聽到這裡大家了解了吧 我現在講的 都不是醫學人講的 因為他們在診斷上已經遇到阻礙 好 那這個又有實際案例來佐證 所以我在講這個 是很有 在寫這一段 我是很有底氣的 那也從很多的案例 這樣一路歸類下來 這才是真正的診斷 所以心臟皺底 凶不凶险 非常凶险 好 那處理上 你必須要有一個心態 你不知道會遇到第幾類喔 所以最好來 你都把它當作第三類搶救 只要昏迷不要再想太多了 不要再 嗯 臉部沒變化 或是慢慢 慢慢走過去啊 拿一個心臟倒下去啦 讓我看一下 沒有那麼瀟灑優雅的啦 那個那個 有時候都要跟時間賽跑 好 我們繼續來看 我們如何來講究 急救主要是保命 其次才是解症 鑑於心臟皺底 會瞬間奪取人命 故面對促導之症 除非其意識清醒還能表達 或手臉抽搐扭曲變形 否則最安全的做法就是 只要昏迷 皆先就地立刻 按推上背部原始點 約兩分鐘 你看喔 這裡先排除法 你一看 他這個促導之症 如果他意識還清醒 那就確定怎麼樣 不是心臟皺底 還有一個 他臉部也沒有什麼變化 那這個 這樣的昏迷 就有可能 這兩個都排除了 這樣的昏倒 跟心臟皺底的機率 就怎麼樣 變得非常的高了 這時候 通通不要再想 唯一一點就是怎麼樣 就地喔 我沒有說 哎呀 拿個整集床來 我沒有這樣講 拿個整集床來 大家把它抬上去 不要了 這些都不 這些都耽搁時間 直接怎麼樣 就地按推 沒有什麼好講的 跟時間賽跑了 把它當作第三類看待 好 那我們繼續看下面 若無改善 再按推頭部原始點 約三分鐘 由於原始痛點位置深淺不同 且搶救分秒必争 所以按推原始點 雖然會消耗熱能 但力量仍宜稍重 不宜太輕 這一段 也蠻重要的喔 如果按推沒有效 我說如果是確定心臟 我們趕緊要被怎麼樣 熱源了對不對 那再來還要做一個動作 也許昏迷的時候 也可能是頭部 了解我的意思嗎 也可能是頭部 那你心臟按完沒有起來 再按頭部試試看 我這樣講你們理解吧 好 那頭部啊 頂多只能按三分鐘 這個過程 一定要趕快被熱源了 好 那這裡要講 如何來按 我們從臨床上已經知道 每個人的體質不一樣 所以他的原始痛點位置 深淺也不同對吧 有些患者來輕輕一按 他就很敏感 但有些人你死盡全力 他就覺得 能不能再大力一點 你有時候聽了會很沮喪的 這就像我以前喔 在研發原始點手法 就是遇到一個頭痛 早期按 那時候手法還不 不像現在那麼純熟 他頭痛 我就幫他按頭部原始點 還有整骨下眼 好 因為那時候位子也都知道 然後我那時候還用石子 幫他挖 然後這裡揉 然後他說 張醫師 你能不能再大力一點 我說好 我再大力一點 我真的死盡全力 那個皮都快磨破了 然後全身是汗 然後我問他怎麼樣 他說 你還是太小力耶 喔 我說我把他揉了 20分鐘還嫌我太小力 我全身已經都濕透了 皮也快磨破了 所以喔 那一個患者接下來 下一個患者我手已經無力了 所以患者我就成 就沒辦法再繼續接了 哇 那一次很沮喪 回來我一直在想 不行 如果我再繼續以後 用這樣來揉頭部喔 我肯定沒有做幾個 我就先倒下去了 所以那時候才開始發明什麼 研發什麼 拿大工具 整骨的 尤其這裡都有頭髮 你大力一 皮很容易磨破啊 所以那時候我才開始想到 要拿大工具來對付這一群人 然後一下去 欸 最後果然 沒有人再說我太小力了 這個也是以 只要你們看喔 頭部這些 只要他的手法拿出來 這只有一家 只有 原始點這一家 只此一家啦 別無分號啦 如果 一手一拿出來就知道 這一個是原始點的 以前沒有人 拿這個手肘在揉這個的啦 然後他們說這裡頸椎很危險 怎麼樣講的老半天 好像沒有人都敢動 被西醫說 說得很害怕 沒有這個啊 揉了 反而都很安全啊 所以我們這樣一路做 也沒有什麼問題啊 好 所以 這裡就牽扯到 患者的深淺怎麼樣 不一 好 我以前喔 的寫法你知道 這裡是寫 喔 要揉 揉的時候 因為病人已經很虚了 力道不一太重 有沒有 我早期是這樣寫 但你看我現在是怎麼寫 但力量一稍重喔 不一太輕喔 反而現在已經把輕排除喔 而且還要比你平常的力量 還要大一點 那為什麼我會有這樣大的改變呢 有一次 心臟坐停 倒下去 那兩分鐘內也走 我 那個看到的是第三類 哎呀 很快喔 然後 在兩分鐘內 那個臉色已經黃大色 死相一現 喔 這個來得很猛 那 他太太也在場 我就問他太太 我問他一件事 我說 你先生以前 有沒有痛點 因為 他先生是癌末患者 然後 他每一次 都由他太太 每一天推喔 所以 他太太推得非常好 然後 然後 那個力道喔 我覺得都蠻到位 為什麼我知道 我最後我叫他說 你告訴我 他有沒有痛點 他說有 他之前是 頭部有一個痛點 另外在背部有一個痛點 那我說好 我現在趴著喔 你用你的 平常的按推方式 幫我按推一次 我想知道你的力量喔 跟柔晃 然後 他柔下來 我感覺 他的柔的力量喔 很扎實 力量 比我的力量 竟然還要大 哇 然後 更重要的一點 我早期寫說 心臟在左 所以在急救的時候 先按左 而後右 有沒有 現在你看我都不寫了 為什麼 因為他說他先生的痛點是在 右邊 而非左邊 然後他按的時候 我說你按他背部 你用的是什麼力道 他按下去 我幾乎是快受不了了 所以我就確定 這個倒下去的人 他的體傷位置 是在深層的 而非表層的 也就是你們用一般的力量 根本揉不到 即便揉了 也可能掛了 所以他來的非常凶險 在深層已經沒有熱能 他就掛了 所以有了這一次經歷 我那個書 全部改 以前還有讀表什麼 全部都不要 所以原始點他的發現是 真的都以病為師啊 那這樣累積了 所以為什麼我寫的那麼獨定 然後最後也改正 不能太輕 因為你能夠爭取的時間 本來就不多 你不可能揉了一次失敗說 我再來一次試試看 不可能 你真正能用的時間 還有爭取到的 真的機會不多 所以這時候 寧可怎麼樣 重 稍微重 因為重有一個好處 你清淺層的 會不會刺激到 一定會 重的 剛好深層也可以 揉得到 你淺的 你只能揉到 就那個表層的 但深層的呢 你就救不到 所以這樣來分析 你就知道 這時候的力量 應該怎麼樣 重 要揉深層的 而急救一定要揉深層的 而非揉怎麼樣 表層的 這個觀念 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 當你們在遇到第三類的時候 你們完全沒有機會反應了 這時候都是要憑直覺的 那 生死肩就在你的手法上 你要來決定 這時候你唯一一點 就是把平常的力量 再加重一點 就對了 好 這裡這樣重要 要不要再管左邊右邊 不要了 完全不要分了 你先一邊揉完再揉另外一邊 不管先左後右 或先右後左 都已經沒有關係 所以我發現喔 我們跟西醫的解剖學 有沒有一樣 沒有一樣 所以 從一開始我們就說 反正 這裡 前面有問題 都要揉脊椎兩側有沒有 絕對不可以揉單側 這有反應 原本一開始 我們就從很多患者身上 已經找出問題來了 比如心悸 胸痛 心痛 這些 都一樣 沒有分左右 我們早期也沒有 但是當時候我 我會寫先左後右 就是受了西醫的影響 心臟再左 應該左邊的肌力比較高 但是從那個患者這樣告訴我 我猜突然間驚醒 原來真相是這樣子 好 那這一段沒有問題了 繼續看下一段 此外 在按推上背部或頭部原始點時 只要病症減輕或時間移到 急需停止 按推後 不論病症有無改善 患者若能吞咽 應以外內熱源溫止 好 為什麼按推 我們有規定時間 因為在這個時間 如果它是屬於他數體傷 它早就應該起來了 它沒有起來 你在揉也沒有效 不要再浪費時間了 那這時候 反而揉了沒有效 因為原始點是一個診断 揉了沒有效 就知道它是熱能不夠的問題嘛 應該要反思了 好 所以按推完時間 只要一到 不管它有沒有起來 接下去都是要熱源 因為你起來了 就像我剛剛舉的例子 就起來 它有沒有可能再倒下去 絕對有 所以起來你也要溫敷 那沒有起來 屬患住體傷 你也要溫敷 但裡面有一個關鍵點 如果它不能吞咽 那代表它還昏迷的 狀況 這時候 不能給內熱源 了解我的意思嗎 反正它也吞不進去 不要想太多 就直接用外熱源 我這樣講你們理解吧 如果它是清醒的 你就同時怎麼樣 既可以外熱源 也可以用內熱源 甚至含姜粉泥 也是很不錯的 好 這一句也是實際在操作 要不然有很多人在問 那已經都昏迷 還要不要給大家灌姜湯啊 早期我們還有灌姜湯耶 用吸管這樣灌 現在來看那個動作 都是多餘的 而且不對的 好 因為你不可能 含在這裡心臟會好 如果這樣會好 你從背部 那應該這個 背部是心臟的大開關 連大開關都沒有用 你含這裡又有什麼用 這個一定要思維的 所以這個就不 如果不能吞咽 你就不要用 不要考慮 用內熱源 這一段是寫這樣 好 我們繼續看下來 好 這裡應該不難理解 我們繼續看下面 總之 有果必有因 心臟驟停 不可能憑空而生 它之所以會發生 在上背部一定有體傷 通過按推與觀察 若上背部原始點有壓痛點 或患者有背痛 胸悶 胸悶 胸痛 心悸 呼吸困難等病症 與此兩者中 只要有一種情況出現 即表示 上背部必有體傷 為防範心臟驟停 必須加強上背部運動 比如 腹地挺身 並配合外內熱源 及按推原始痛點 以改善上背部的體傷 及熱能不足 從而達到致胃病的目的 同理 若確認頭部有體傷 為防範腦中風及癫痫 則需加強投進運動 並配合外內熱源 及按推原始痛點 以改善頭部的體傷 及熱能不足 使疾病消滅於無形 所以我們面對急救 尤其心臟作品那麼兇險 然後又有時候會 要爭取時間 以其這樣冒險 所以平常 如果我們要防範的話 最好 自己要用原始點來診斷一下 就是 你平常上背部揉揉看 有沒有痛點 如果有 你已經具備了 有心臟作停的條件 具備了這個資格 只是還 因緣還未到 還沒有發生而已 只是不知道什麼時候發生 或是你平常就有咳嗽 胸悶胸痛 你一定要小心 你上背部一定有體傷 那這個時候 你發作的激力 就比別人怎麼樣 高了 那這時候 我們強調的 自衛病的概念就來了 以其這樣 你出門在外 老實講 他發作的那麼快 你如果是屬於第三類 你自己知道 你要自我搶救 也沒辦法耶 他來著 你看這些 我給你們看的那個影像 都來得那麼快 他怎麼有人力在幫自己的呢 別想 像 但是我的機率就是 比較好就是 我常常都 跑到哪裡 都跟你們在一起 所以哪一天我倒了 我的機率就很高 你們會照我的程序做 所以我活下來的機率就很高 但是如果像你們這樣 到處亂逛 在超市逛一逛 倒下去 遇不到原始點 那就完了啦 所以 所以最好的保險方式 平常就要檢查 看看有沒有上背部有體傷 如果有一定要趕緊解決 我記得啦 我記得有一次喔 就是有一個患者 我也不要再說是什麼 他這個很熟 他就是肩膀常常痛 那問起來他的痛點是在這裡 後面 那後面要解決他的肩膀 要揉哪裡 上背部 所以他上背部本來就有體傷 但每次要幫他揉 他說哎呀你患者那麼多 沒關係啦 等你揉完 我再給你揉 但是每次遇到 都是跟我講這樣 所以從來沒有一次 我有揉過他 但隔了一段時間 突然間說他暴斃了 心臟停止了 那大家都說 他平常沒有什麼病啊 只有肩膀痠痛啊 跟心臟也沒有關啊 這時候有沒有關 我是很清楚是有關啊 但是大家說都沒有關 哪有可能 有果必有因嘛 怎麼可能沒有因 就產生這樣的果 果是不可能憑空而生的嘛 所以這個就是 如果當時候 他能夠給我揉 然後我也會欠他 一定要平常要做什麼運動啊 溫膚啊 那這一場災難可不可以避開 我認為可以 所以 對於心臟坐停 我認為所有的疾病裡面 最兇險的 只有心臟坐停 沒有急差的 我沒有看到 會死的那麼快 連反應都反應來不及的 所以如果你們喔 要 避免這一場的災難 最好怎麼樣 平常上背部揉一揉 其他的痛啊 頭部啊 或是其他四肢的痛 都不會死人沒有關係啦 了解嗎 但是唯獨上背部 一定要特別小心 我只能講到這樣 那 後面同樣的 你頭部有體傷的話 也會造成怎麼樣 癫痫跟腦中風對不對 甚至還不止喔 以後年紀慢慢大 還會老人痴呆 很多麻煩的事還會來啊 所以你為了防範這些 你平常可以不可以下功夫 可以啊 平常就頭部揉啊 溫膚啊 那只要體傷解決了 沒有陰了 沒有疾病的陰 怎麼會來疾病的果 是不可能的啊 所以這樣我們就可以 避免了那一些 人家說的這些惡疾啊 好 我們的急救就談到這裡